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到那个地方起码的条件是要念佛念到心地清净 为什么呢 因为那边人心都清净 你要不清净你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啊 你给人家不能相处 人家很欢迎你啊 你自己一听到我生烦恼 有道理就在此地 那个地方的人通通心清净 所以叫净土啊 心不清净呢 没有办法到他那个地方去休息 他会有别的条件 只要你心清净就行了 就与他志同道合理 心清净呢 我们讲功夫成平 待业往生 古德他说 深重的业障 所有业窍法门都消不了 唯独念佛可以消除 这才知道 念佛是消业障 最好的方法 没有比这个方法更殊 那么我们念佛 为什么还消不了业障 虽然念阿弥陀佛 念念都是自私自律 这就是不如法 我们的心 没有像阿弥陀佛那样广大 我们的愿 没有像他那样的宏愿 原因就是 这一句佛号就是霸行啊 所以在修行当中遇到障碍 得不到效果了 那就找原因了 我们到底存在那里 原因找到了 把原因消除 那我们的修学就一帆风顺了 所以这个修行的目的 念佛的目的 要妄念不起 那心就清净了 心净则佛途径 这个才真正有把握 往生理 清净是没有妄想了 没有咋念了 齐心都念都是阿弥陀佛 必定生净土 清净是我们净土宗家的功夫成品 心清净 也就是说 我念这句佛号 从早到晚 一句接着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行注作物都是一句佛号 没有咋念 没有妄想 这个要清净些 要想到业进步 要怎么做 看破 看破 放下 看破 是智慧 我明白了 我不再走错路 放下 是真感 放下 放下 一切 妄想 攒念 从早到晚 身心 清净 六根 七处六正 修行 就是许习 许习 许什么 许不起心 不懂得 对内 对外 不分别 不止住 看破 够要记住 看破 就是对于 事实真相 真正的 明白了解 这叫看破 放下 不会再把这些事情 放在心上 心永远清净 这样才能够 生起高度的智慧 智慧 是自性里头 奔来自主 障碍智慧的东西 除掉了 看破 是除俗智障 放下 是除烦恼障 佛常讲 我们两种障碍 正够自信 这两种障碍 去掉了 智慧就先去 一切通达明了 一点都不迷惑 无论什么事情 学过没学过 只要一接触 就明白了 就通达了 没有障碍啊 那叫看破 放下是 放下是非人物 放下贪嗔痴慢 那个心里头 所有一切不善 全放下了 虚伪放下了 任务放下了 迷惑颠倒放下 自私自利放下 就要你放下这个东西 看破之后啊 真正能放下 在佛法里面 看破是真正的学问 放下是真实功夫 看破放下之后 我们所不学的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其他的通通可以学掉 以后只留着一个阿弥陀佛 你得确定往上 所以真正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不要说 与我不相干的 与我相干的 也放下 也不挂在心上了 事法佛法 统统放下 你才行啊 你才会相应啊 经上常讲 大家口上常念的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真能一切都设想 身心清净 没有忘了 这一句佛号 才能念的好 才能够念到功夫成天 念到一心不乱 换一句话说 西方世界 取得了